二战德军军服,大都是他设计,为了体现出日耳曼人的优越性,说起美军军服,可以用复杂家品拔来形容,说他复杂,是因为品种实质繁多,俄罗斯军官比较随意,也许体现了飘悍的民族风格,大概貌象征的一种双头鹰的性格。 法国人一向浪漫,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这这样的,上途的蓝色大风衣,一直穿到接近一战的初期。 中国军队从红军时期开始,到21世纪的今天,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状况的改善,军服也从无到有,从单一至是岛系列配套,逐步演进。